接着来跟进我国的疫情数据 那今天的病例稍微下降 但是依旧是维持在六字头 新增了6824宗的确诊病例 其中雪兰俄州已新增2111宗的病例 继续成为全国榜首 接着是吉兰丹的695宗和沙拉越的654宗 另外今天在5251个人出院 67个人不幸死亡 让总死亡病例攀升到了2796宗 那随着死亡病例不断增加 卫生部长阿罕巴巴也点出了一个 令人担忧的情况 那就是新冠肺炎患者 他们送院之前就已经死亡 Broad in that的案例是越来越多 根据统计那自疫情爆发以来 五国一共有386宗患者 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死亡的病例 不过单单是在今年的5月份 就占了当中的27% 也就是106宗 阿罕巴巴表示 会发生这种情况 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病人 他们拒绝到医院接受治疗 例如在彭衡关单 有一名80岁的老翁他确诊了 但是却拒绝进院 最终老翁在24个小时之内就死亡了 我国疫情持续恶化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凌晨一点钟 就在面子书上载了多张医护人员的照片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医护人员他们是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在救治病人 即使是累得靠坐在地上休息 也需要穿着防护服 那诺西山也在贴文当中写道 前些人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但是他们依然为了拯救人民的性命 而奋斗当中 所以请大家帮帮他们 因为这就等于在帮助了你和你的家人